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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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Enterbox 先和大家聊聊為什麼今天會做這期節目 是因為最近剛好有朋友想要買筆電 他的預算大概在兩萬左右 需求的話主要是文書 也沒有打大型遊戲 然後會有點攜帶的場景 所以我就花了一點時間 然後挑了幾台筆電 不同品牌的筆電給他看 然後最後再幫他篩選一下 最後他決定購買華碩的VivoBook S14 S410UA這一款 那因為機器還沒有到我們手上 所以我們就先看一下官網的規格 然後了解一下機器這樣子 那華碩官網上面提到的這個厚度是18.8mm 重量是1.3公斤 那實際拿到機器以後我們也會來 開箱然後來測試這個重量還有厚度的部分 那處理器搭載的話有兩個 一個是i5的8250U 那另外一個是i3的 那我們這次會買的會是i5的 那Nano Edge就是華碩對於他的筆電 如果有非常窄的邊框 他們就會說這個是有Nano Edge顯示器的筆電 像這次要介紹的S410UA 它也是有Nano Edge的顯示器 它的螢幕尺寸是14吋 然後大小大概可以放在13吋的機殼 所以就是它的螢幕邊框做得非常薄 才能把這個螢幕容納進來 同時會讓它的螢幕佔比比較高 那S410UA它的螢幕佔比到77% 那大家可能有印象我們之前有開箱過華碩的 UX533跟UX480 它們也有Nano Edge 它們的那種Nano Edge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薄 非常非常窄 你看到的時候都會非常驚艷 不過我覺得S410UA我自己也看過實機 我覺得這個窄度可能不會像大家想像的 哇真的非常非常窄這樣子 從價位上來講就可以做出一些思考 例如說我們剛才提的那兩款機器 UX533 UX480 它們的價位都非常高 都是四五萬比較高價位的機器 那S410它的價位才兩萬多 所以它的Nano Edge就不會到 真的非常非常薄 尤其在底部的部分 這個高度還是蠻大的 那我們往下看 像我看到就是這一張圖 這個官網的圖片好像有點偏調 沒有對齊 然後剩下的話就是這一台直接裡面就有SSD 那它的SSD呢不是混碟喔 它是純的 就單純就只有 純的固態硬碟 它是一條M.2的SATA介面的SSD 然後256GB 然後RAM的話是4GB的RAM 不過它實際上是可以升級到12GB的 就是還可以再加一條8GB 至於在更高我是沒有測試過啦 之後有機會的話 也想要幫大家做做看 看是能不能把這個記憶體 做一個升級的教訓 剩下應該就之後會看到 iopore的話我覺得不錯 是因為它有Type-C 也有Type-A 而且都是3.1的 不過是3.1 Gen1啦 那對一般使用者來講 還是非常非常夠的 主要是這個介面有Type-C的話 以後再連接其他裝置就會比較方便 然後也有HDMI的接口 然後也有一個SD卡 不是MicroSD喔 是SD卡的接槽 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看一下規格 規格的部分它有兩款 一個是i58250U 一個是i3的8130U 兩款處理器在台灣都有賣 那我們這次會買的是i58250U 但我們這次會買這台是因為 SC0的價格真的非常便宜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記憶體的話是4G 然後可以擴充到12GB 然後是DDR4的 螢幕是14吋的LED背光 VHD1920×1080 60Hz外面螢幕 然後有178度的廣視角技術 固態硬碟的部分 是256GB的SATA 3.0MR2的SSD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插槽 也是我們這次購買這台的主要原因 它還有多一個SATA介面的2.5吋 可以放機械硬碟 也可以放固態硬碟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買這台筆電的話 就可以直接買SSD了 因為現在SSD也真的蠻便宜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再看一下華碩官網 如果進到這邊 華碩官網要買的話 就是點這個商店 然後點選這個網路商店 然後進來以後就可以滑到下面 最近它都有在促銷 價格是19890 20000塊以下 然後如果在下面找不到 可以點這邊個人電腦 然後vivoBook這個地方 然後點選到這個S14 好 然後就是這一個 第一台就是這一個 S410UA 然後i5的版本 19890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的在這邊 那我們用價格的篩選排列一下 OK 那可以看到還有一個i3版本的 不過因為i3跟i5的版本 才差大概不到1000塊左右吧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我還是買i5的好了 這個蠻划算的 PC Home上面也有在賣 然後 這邊的話它還打了520愛打折 一樣兩個顏色都有 19890 然後跟另外一個顏色在 喔在這邊 在旁邊 兩個顏色 然後像另外一個平台 燦坤的話 也有在賣 燦坤是19890 然後 Yahoo奇摩的購物中心也有在賣 也是19890 大家價格都一樣 好 所以總結一下我覺得 S410UA為什麼可以買這一台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價格現在真的滿便宜的 應該是要換季了 然後 它的特色我覺得是 有SSD 一般的硬碟的 你可能想要自己改 像這台直接就是SSD了 然後它現在的SSD是M.2的接口 如果你還想要再加裝容量的話 你可以買2.5吋的SSD來加 或者是容量需要非常非常大 那你再買2.5吋的一般硬碟 但我覺得不太建議吧 因為 SSD這個筆電板就拿來到處走的 你再裝一般硬碟 就失去了它的這個優良的特性 那除此之外 這台的記憶體也是可以加的 對於一般文書啊 或是打一些小遊戲 或是做一些簡單的修圖工作來講 我覺得都非常足夠 以這個價位來講 嗯 滿適合大多數的學生 和上班族來購買 至於在哪裡買呢 我覺得這個差異 也不大啦 那價格都是一樣的 它剩下的差異就是 可能信用卡這些 還有你習慣在哪裡累積點數 這樣子還有送貨速度快滿 這些可能是你要考量的 剩下你就是考量你要哪個顏色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之後呢 我們也會收到這台ViverBook S14 然後也會做開箱 有機會的話 也會把評測做出來給大家看 之後我們也會採訪 華碩在Computex的攤位 所以也請大家繼續 持續關注我們Enterbox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 له以後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